Hello,各位小伙伴,大家好,我是大熊。 本期的神話危機BOW研究計劃還是繼續說一些BOW中的少數派個體。 而這期呢,最先要說的也是少數人所指向的BOW,夜之女神Nix。 Nix是出現在神話危機爆發2中的BOSS, 研究於1998年幻熊市地下母巢進行的。 遊戲中對於它的資料非常少,僅僅知道是散公司的一個特別研究小組進行的一項BOW的研究實驗體。 但是卻在遊戲中輕鬆吞噬了暴君並融合到體內,讓玩家絕對影響深刻。 據說遊戲開發團隊是在巨石細胞的身上找到了涉及該BOSS的靈感。 在遊戲中的1998年9月幻熊市爆發危機時, Nix則被散公司存放在碼頭船屋並打算轉移。 到1998年10月1日,散公司總部得知政府打算用核彈移屏幻熊市, 則立刻下令另一支USS小隊,不是漢客死生漢客那支小隊, 從碼頭上回收Nix,並利用直升機撤離。 但是該任務的總指揮官,胡安羅德里格斯, 想獨佔Nix為己用,背叛了散公司, 隨著玩家操控的角色對劇情的影響。 羅格里格斯便獨自帶著Nix的集裝箱打算飛離這座城市, 可惜為了躲避獨自導彈, Nix的集裝箱掉落在高速公路上損壞, 使得Nix得以擺脫控制進入自行成長階段。 Nix是一種類似阿米巴的大型變形蟲, 類似其他遊戲裡的軟泥怪之類的類液态生物。 他用觸手吸收敵人的身體, 並將其作為養分和自身結合。 在遊戲中,吸收了前來調查的UBCS隊員和一隻暴君R。 然而,Nix有一個致命的特種, 即他的核心,也就是他的中樞神經系統。 就和暴君暴露在外的心臟差不多, 也就是說,設定上近乎無敵的Nix, 仍然擁有著對主角們非常友好的弱點提示。 胸口暴露的核心就算是小白也應該知道, 那就是弱點了吧。 這裡針對Nix外貿特征, 大雄負責任猜測其開發方向, 可能是基於Lisa對病毒吞噬的能力和N1α寄生體的處數結合而來的。 當然,因為沒有官方資料, 這僅僅是我個人對Nix研究方向的反向推論, 也希望各位小伙伴加入到討論當中留言彈幕評論。 亚利桑達·阿西弗特,或稱為諾斯費拉圖。 還記得上期說到的阿里克希阿西弗特嗎? 亚利桑達正是他和阿爾弗雷達的父親, 由於姐弟二人得知自己被父親亚利桑達人工培養出來的產物, 便開始憎恨父親, 並在1981年向父親注射了T-維羅尼卡病毒, 將其作為病毒感染的人體實驗對象進行觀察, 並命名為諾斯費拉圖。 而這個名字源於1922年的一部同名電影, 電影中的男主角便是一位叫做諾斯費拉圖的吸血鬼。 回到遊戲中, 在發現諾斯費拉圖感染變異後出現了嚴重智力退化, 便將其列為失敗品, 關押在南極研究所的地下室內。 諾斯費拉圖是一個光頭淡綠色皮膚的人形生物, 配戴著怪異的皮革面具, 帶有金屬扣環,遮住了他的眼睛, 他的活動受到多條皮帶的限制。 即使他的手被皮革和金屬綁帶綁在了身後, 他仍然可以用類似三個蜘蛛腿的截肢身體結構進行攻擊或移動。 這些截肢的特徵居然和N1β寄生的寄生暴君出奇的相似。 諾斯費拉圖的身體會產生一種氣體, 與氧氣接觸會變成濃物, 使得主角的視線受到很大的影響, 而弱點使他暴露在外的心臟。 BOSS們的通病必須要讓主角們降低難度。 巨型娃娃魚 原名叫做Dialago, 西班牙語的意思意為來自湖泊中, 簡稱叫做湖主, 是一隻來自生化危機4中外型酷似娃娃魚的BOW。 遊戲中的設定是在西班牙的神秘宗教組織, 也就是光明教, 利用Plaga進行實驗感染的熔原突變的BOW。 被養在了主角所調查的小鎮湖中, 以看守這片湖泊。 這隻BOSS也是生化危機4中第一個登場的BOSS, 而且BOSS3的玩法也以以往不同, 是直接使用小木船上的魚叉不停射它。 如果你不高興的話, 也可以試著數數這根魚叉到底有多少根。 而關於這隻BOSS的相關資料就不多了, 外型是一條非常巨大的娃娃魚。 但是當張開血盆大口後, 會發現口腔中長著Plaga寄生體, 也是因為Plaga寄生的關係, 加上平時都是用人類等大型生物投射, 所以Dialago才能長得如此巨大。 但是作為BOSS來說,難度並不高, 注意一下QTE和用魚叉瞄準嘴巴中的寄生體攻擊, 便能很快的通過這場BOSS戰。 U3 U3是大雄非常討厭的一個BOSS, 因為外型確實不是我太能欣賞的那種美。 遊戲中的U3是島上研究小組進行的實驗之一, 實驗室通過各種生物的基因來進行可怕的融合, 而這些基因卻並非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雖然U3具有人體的軀幹的上身和頭部, 但他的臉部卻出現了嚴重的扭曲, 整體的外型給人一種敗人馬的即時感, 當然下身不可能是馬, 而是一種巨型的蟾蟲。 下肢則像是兩棲類動物的腳, 在受到攻擊的傷害之後, 附在其脊柱上的Plaga便會出現。 長得像觸手一般,還附帶了一張嘴。 觸手末端, 進化出類似大剪刀一般的鉗子結構, 可以對里昂進行致命的攻擊。 從BOW的角度來說, 改造的還是非常成功的。 在該BOSS戰中, 玩家要經歷兩種模式, 第一種也是UPBOW最討厭的即時逃脫。 在規定時間內, 逃出懸空集裝箱區域。 如果限定時間內沒有逃出, 便墜入深淵。 這個模式下, 玩家要盡快找出, 並按下紅色按鈕進入下一區域。 在這期間, U3會不斷的干擾玩家, 觸發各種QTE。 所以在高難度下, 對大熊我的壓迫感非常強。 而第二種是逃出集裝箱區域後, 進行的常規的BOSS。 這裡也沒有什麼特別的難度, 注意他鑽地後到QTE一邊按錯, 瞄準PLAGA的小嘴巴攻擊, 幾分鐘後BOSS便會敗下陣來。 右手BELDOGO 右手的名字叫做BELDOGO, 在西班牙語中的執意就是櫃子手。 遊戲中也沒有對左右手有過多的資料描述, 而右手是西班牙貴族城主薩拉扎身邊的左右護法之一。 另一個左手, 理論上能力和右手應該是設定一樣的。 大熊個人覺得, 左右手這種能力強大, 完全效忠主人的BOW, 才是真正BOW最完美的形態。 但是說起雷蒙薩拉扎和左手便衣的BOSS, 雖然也算是獨一無二的存在, 可惜我就是不喜歡他, 所以就在這期裏不說他了。 我們就說說右手, 右手是通過昆蟲DNA, 並拼接到被PLAGA寄生的人類測試對象的基因組中而創造出來的。 據目前所知, 左右手是維爾的兩位進行該研究的實驗體。 從最終作為城主薩拉扎保鏢來看, 實驗應該是非常成功的。 外型上最初見到的時候是在薩拉扎身邊, 穿著遮擋全身的斗篷, 左右手分別穿著紅色和黑色。 當右手追殺了羊的時候便看出了他全身的樣貌。 全身雖然有著一定的人類的特征, 但是完全看不出是人類了。 手指長出了擁有極大殺傷力的昆蟲截肢, 嘴巴也是昆蟲的樣子, 關鍵還擁有著可以刺穿牆壁的鋒利尾巴。 速度和力量兼備的右手有個致命的弱點, 就是非常怕冷。 其實我說他弱點的時候自己也覺得有點好笑, 只要是正常生物, 誰他X的能不怕氮氣冷卻啊? 當然,主角啊, 當我沒說過啊。 而右手呢, 被動住後才能對他進行非常有效的攻擊, 沒動住的時候幾乎不受小型武器的傷害。 而這場BOSS戰的關鍵就是你需要買一個RPG。 啊,你沒有買啊, 那只能乖乖的推氮氣動他了, 然後射擊槍就逃, 好,如此反覆, 細心的按對所有的QT。 其他的呢, 我也沒有什麼可以給你建議的了。 最後啊,大兄我要說一句啊, 右手的造型啊, 真的是我非常喜歡的造型啊。 西爾達伊達爾格。 西爾達是暗黑歷代季南美篇大毒硝哈維爾的妻子, 也是生活危機中顏值擔當馬諾拉的母親。 馬諾拉有一雙非常愛她的粉王, 父親哈維爾對外啊, 身性殘暴, 心狠手辣, 但是呢, 也有她溫情的一面, 那就是她是個非常照顧家的男人。 在她心裡啊, 家庭勝過一切, 可惜, 天意弄人啊, 愛妻西爾達生患一種致命的遺傳怪病。 她的愛女馬諾拉同樣生患這種病, 為了挽回妻女的幸免啊, 哈維爾最終聯繫上了阿爾伯的威斯克, 從她那裡巨款購買了T病毒和T維羅尼卡病毒。 不願意面對現實的哈維爾, 不忍心看著自己最心愛的兩個女人, 不斷的受到病痛的折磨, 最終她選擇了將T病毒注射到妻子西爾達體內, 又將維羅尼卡病毒注射到愛女馬諾拉體內。 女兒和維羅尼卡病毒啊, 完美融合, 而母親最初確實也戰勝了病魔, 可惜不久後, T病毒在體內适得其反, 導致西爾達變形成一種怪異的兩棲類POW, 變異後的西爾達擁有長而有力的觸手, 可以輕易抓握任何物體, 身體多數能噴射出擁有強酸的毒液。 外型啊, 大雄本人覺得非常像機械戰型魔匪中的 一地209執法機器人, 儘管外型非常龐大, 但是西爾達仍然可以在水中進行高速移動。 雖然變異後, 西爾達也是無意識的野獸, 但他似乎保留了足夠的人性來認出自己的丈夫和女兒, 因此不會攻擊他們。 而馬諾娜只要一唱催眠曲, 野獸型態的西爾達也會變得極其溫順, 可惜最終的結局也只能死在主角們的槍口下。 臨終前, 西爾達還在女兒面前留下了作為怪物的最後一滴眼淚。 這裡大雄要說一下, 雖然西爾達和哈維爾作為反派登場, 但是在遊戲中描述裡, 玩家多少都會對這一家人抱有濃烈的個人情感。 一方面哈維爾作為大毒硝為了家庭犧牲的全部, 包括自己的身體, 這種性格上的反差。 還有, 母親變異後仍然對家人留有認知並產生變異前的情感。 多方面描述都使得雖然作為反派, 就是讓人狠不起來的感覺。 戴布拉哈伯, 海倫娜哈伯的妹妹比海倫娜小4歲, 出生於1992年10月10日, 父母親早年間就娶世了, 所以姐妹二非常親近。 戴布拉哈伯是一名20歲的女大學生, 和姐姐不一樣的是, 她是一個無憂無慮的派對女孩。 有一次, 戴布拉被前男友毆打, 並發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後, 戴布拉被送到了醫院, 得出此事後, 海倫娜便開槍擊中了戴布拉的男友, 從此解救了自己的妹妹。 不幸的是, 這一事件導致西蒙斯確信, 妹妹戴布拉對海倫娜極其重要。 於是西蒙斯便綁架了戴布拉, 作為要挾海倫娜的籌碼。 西蒙斯在撤出高像素症之前, 對戴布拉注射了C病毒。 當海倫娜和里昂發現她的時候已經為時已晚, 沒過多久便進入了疊減形態。 破解之後, 戴布拉的皮膚呈現出病態的灰綠色, 並且覆蓋著一層黏液。 她的速度和敏捷超過長遠, 背部和頭部會爆出巨大的風解複製。 這些複製非常風雲, 能夠輕易的割傷或者刺進人的身體。 瞄準戴布拉身體複製的橘黃色部分攻擊, 或者使用大口徑武器攻擊她。 當受到過多傷害時,她會進入眩暈。 此時她的體內會爆出一隻巨大的複製。 玩家需要上前發動QTE, 打破橘黃色的部分, 當然也可以使用槍械打破, 三次之後便能將她暫時擊退。 最後階段需要快速擊碎, 戴布拉頭頂揮舞的布置, 或者直接用大口徑武器攻擊她的身體。 關鍵, 這場戰鬥是由王姐姐陪伴在身邊的, 所以我對這場BOSS戰印象深刻。 好了,到了這裡, 本期的內容已經接近尾聲了。 雖然還有很多BOW的少數派個體, 但是基本上都是官方沒有詳細的資料數據, 或者和我之前描述的BOW過於雷同。 之後老生化中, 除了威廉博士, 我應該不會再詳細描述製作, 其他老生化BOW的資料也請見諒。 而人物默示錄和新生化的BOW, 則會繼續製作, 還請多多支持。 如果你喜歡我的視頻, 請務必關注我, 您的支持才是我最大的動力。 那我們下期見, 各位, 拜拜。